大家好,我是桑普 今晚跟大家做桑普論證都很少有 為什麼?大家都猜到的原因 就是因為612基金五位信託人都被捕 沒錯五位 全部被捕 這件事令到我們相當悲憤 我剛出到台北市 和一位香港人的老闆聊天 說桑普你知不知道有一件這樣的事 我還沒看 哇!令我們相當悲憤 我們知道612基金的功能是什麼? 是幫助別人做法律方面的救濟 即今天你幫被告籌錢去做法律救濟 完全合乎法律規定去做 所有的帳目都很清楚 撥給哪個人用於法律用途都很清楚 你隨便去問612基金去找一些錢出來 是找不到的 更加這些基金和什麼走路的錢 沒有關係的 它的性質就是幫助別人做法律的支援 即譬如說你很多的支出 即你除了很簡單 你除了這個律師 很多律師可能都免費 但部分律師不是的 甚至無律師有部分都需要支出這筆錢 另外很多很多的調查和跟進工作 緊急救援的工作 那612基金都會有根有據 不是說我要錢 那就馬上給錢 我不會 那麼你看612基金 負擔了很重要的功能 做這些事是很勇敢的 而這位五位信託人 其實很多事都不是他們主理的 就是換言之 不是每個人 這五個人都知道612基金怎麼運作 好了 你將他們拉完 換言之是完全收網 這個收網的時候不會 是因為林鄭快走 李家超快上台這個 鹹淡水交界要換界的時候 就會停止 這個時候才是最兇險 因為沒有人需要負責 七婆走下去 李家超就說不關我的事 所以在這種不負責的情況之下 情況是很兇險 6月30日之前的兇險情況 是可以提到很高的 大家記住留意 我這句話只講一次 希望記住 6月30日之前 兇險是很高的 根據香港獨立媒體的報導 已經停止運作的612人道支援基金 信託人 前嶺南大學文化研究 是黑植副教授 許保強教授 在昨晚離開香港的時候 在機場被捕 被指涉緣違反國安法中的 勾結外國勢力罪 我不知道他怎麼勾結 事實根本不知道 你講的罪名出來 勾結外國勢力 他去歐洲大學做的講書課程 那你叫勾結外國勢力 這個612基金 如何勾結外國勢 是暢情不明 其餘四名基金的信託人 包括 天主教 香港教區榮優主教 陳日君書基 大律師 吳鞋兒 Margaret 歌手 何詩詩 何韻詩 以及仍然在服刑的前立法會議員 何秀蘭 即是何依依 今天也同樣被捕 在服刑中也是被捕他 是另案被捕他 將他拘捕 許寶強 昨晚原定離開香港前往歐洲 擔任大學的訪問學者 但在機場被捕 消息指涉 勾結外國勢力 簡直不知所謂 何韻詩的助手 在下午的時候 仍然回覆 獨媒道表示 何韻詩目前平安 但數小時之後 情況急危 直下 助手確認何韻詩是被捕的 也有獨立消息 向本網確認 吳鞋兒和何秀蘭 同樣被捕 陳日君書記 現年90歲 他一直公開表態支持民主運動 至2019年後 他不時前往法庭 旁聽社運案件和探監 何韻詩和吳鞋兒 同為已經停運的 《立場新聞》的前董事 兩個都是 而去年12月也曾經一度被捕 之後兩個人都獲准保釋 何秀蘭是因為2019年 三宗涉及遊行集結案 和前年的六四集會案 目前在監獄服刑 許寶強教授是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克席副教授 去年9月和大學校方結束合約 但校方拒絕透露原約的原因 他也是流動共學教室的創辦人 612人道援助基金 在2019年6月15日成立 目的是為反送中運動中 受傷、被捕或者有關人士 提供人道支援的基金 包括醫療、心理精神方面的處遇 包括PTSD 即是創傷後遺症的問題 法律或其他有關的諮詢 即是法律、醫學 包括生理與心理 在去年8月 612基金宣布因為真普選聯盟 短期內會結束 基金因為沒有銀行戶口 而要停止運作 其後 警務處、國安處表示 正是就612基金展開調查 指他們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並向612基金發出提交物料令 要求基金及真普選聯盟提交基金來源 和捐款人資料等等 可以這樣說 就是慶祝難說 我們看看香港01的報導 香港01沒有獨媒說到五個人 它說是四個人 但無論如何都是勾結外國勢力這條所謂的犯罪 據了解 許保強昨晚在機場準備離港 前往德國法蘭克福的時候 被警方國安處拘捕 趁他走 就是攬炒了同案的其他四個人 五個人都被拘捕 據了解 陳日君、吳凱儀和何韻詩 今天傍晚被捕之後 分別被帶回柴灣警署 因為大家知道陳日君住在柴灣 就是在沙基灣與柴灣之間 就是柴灣道上面那個修道院的 另外灣仔警署就是這個吳凱儀 另外就是何韻詩就帶去西區警署 資深大律師、公民黨主席梁家傑 其後就到柴灣警署了解事件 就是看得到他對陳書基有了解他的情況是怎樣 我在做這個節目的時候收到一些訊息 就是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說 陳日君保釋出來了 我現在還未經證實的 所以我就不可以告訴大家已經保釋了 要有真實的新聞可以確認才為準 我也覺得不是那麼容易 612人道支援基金 在去年8月宣布指基金的資金託管及收支服務 是由真普選聯盟有限公司提供的 由於真普聯有限公司 將會在短期內結束運作 因此基金也將有秩序地停止運作 公告中指出 基金是在去年8月18日停止接受新個案 並在同年的9月6日停止批款 而基金秘書處也是同年的10月31日解散 今天據了解 警方就在去年9月根據港版國安法 向法庭取得了提交物料令 即名令 要求基金信託人和真普聯有限公司的董事等等 在指定期限期之內提供有關組織運作 以及資金往來的資料 當中包括多次眾籌 帳戶資金往來詳情 捐款人及受載人資料 捐款用途及支援項目細節等等 據悉 警方調查方向包括捐款組織或捐款人 是不是涉及勾結外國勢力 這是不知所謂的 我在2020年7月離開香港 真普聯 應該說 612基金 一直繼續運作 去年2021年 才繼續運行 為什麼要說這個時間呢 就是它說 這個是放在港版國安法的前提之下起訴它 OK 即港版國安法 就是2020年的6月30日晚上11點鐘實施 它就是攬炒它後面那一年多的行為 它繼續運作是不對的 那麼這種做法顯然 是叫做欲家之罪 何患無辭 今天 你看得到 許保強先生 就是 有這樣的一種 陷辱的一種情況 是激發點 我們看回有關的報道 都覺得相當同心 就是 我們看到羅冠聰 張崑陽 隨時都是Facebook 都說不同的說法 譬如羅冠聰 我舉個例子 譬如羅冠聰說 許保 Margaret 何詩詩 CYD 就是何秀蘭 還有司機 就是五個人 萬人敬仲的前輩 在邪魔當獨的社會 只能夠日復日地面對政治暴力 感謝你們 希望安好 更新的消息就是 何秀蘭也是在獄中被捕的 那麼你看到這個就是相當大的一個點 而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 就說 許保強教授 在星期二 即是5月10日的夜晚 在機場 被警方國安處 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中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拘捕 看到今天 11日 在這個傍晚 有消息 累計多至少4名的612信託人被捕 包括許保強 之外 還有吳靠儀 陳日君 和何韻詩 當然還有這個 何秀蘭 那麼 發生社引述最少兩個消息來源證實 許保強被捕 並指許保強 援獲歐洲一間大學 邀請擔任visiting scholar 訪問學人 但是在星期二十日 晚上出境期間被捕 這個肯定是很大的衝擊 他以為可以走了 但是 走不了 即這個是一個相當大的衝擊 有些像當時 盧峰 想離開香港去外地的情況 在機場上 踏起他 原先上飛機 變成 入了收押所 入了警署 可能之後 扔進收押所 我不知道這五個人會不會被收押 機會 不知道 不知 但是 看到 即是 如果你今時今日 你看到 何韻詩和Margaret 在原有的立場新聞案 都是保釋 那是否這宗案件都可以保釋呢 我不知道 但如果你說基於同一個理由 他們都沒有逃亡 串謀不同證據的風險 煙滅證據的風險 因為已經 如此了 OK 所以我想沒有可能有更多的理由這樣做 但現在你的法庭不講理由 是吧 所以我真的沒有辦法估計 陳書基 一個有人道的社會 九十歲的老人家 還要是天主教榮憂書基 天主教榮憂的書基 陳日君 而且他也是為宗教 為中國的很多的教徒 為香港的教區的建立 以及使大家能夠壯大 以及使大家能夠存有對上帝的信念 付出了很多的心力 我們找一節再講我和陳書基的一些事情 但肯定一點 今時今日你還去講 陳書基 我要激壓你 我要48小時在警局扣押你 然後還扔你進收押所裡激壓你 這個已經失心崩了 這個完全沒有連運之心 他有什麼原因要走呢 他要走很多機會的 他可以去羅馬教廷的 他可以任何其他國家的 他不走 就是因為他有精神的支柱 正如黎智英當時有很多機會走 黎智英的公子也有很多機會走 你可以說黎智英笨 你可以說黎智英不知道險惡 但是他面對黎智英之後 所發生的事情就是 我不走 我願意背起上帝的十字架走下去 陳日君書基他知道 共產黨如果要搞我的話 就一定等於搞天主教了 你知道他跟我私下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有什麼回應呢 我們之後那節再講 因為我不可能晚上講 塞這麼多東西給大家的腦子裡面 因為明早才跟大家講 但肯定一點 陳日君書基 他是知道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他不怕 尤其有對上帝信仰的人 他要走上帝的路去喝這個苦杯 他願意去犧牲 不只犧牲他的生命 甚至沒有犧牲他的自由 可能這一次 可能這一次通過好幾年的法庭的煎熬 好幾年的監獄 陳日君書基 可能要見常大約 就是很痛心的一件事 但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現在的麻木不仁的暴政 這個不是林鄭那麼簡單的問題 不是李家超那麼簡單的問題 這些可以被你查餘快樂 剝花生 真正的重點不是這兩個特首 是中國共產黨 明白嗎 今天我們對準這個目標的話 你會知道為什麼這麼可怕 許寶強教授 已經打算坐飛機 離開這個地方 很多學生上過他的課 雖然他是一個比較 在對於 自學方面 比較左派一點的一個教授 但 他對運動的支持是很顯然 但是他可以不把自己的名字 寫作為612基金的信託人 他知道這個有風險 成立612的人道救援基金 本身就是有風險的 因為你知道當時2019年 612這個催淚彈之後 有很多人被捕 所以612基金 就是在後面應運而生 然後看到很多721、831 每個星期不同的一些 抗爭事件 612基金 援助很多手足 他人力有限 他很多的善款 都是香港人捐給他 匿名 無條件 或者具名 而無條件 基本上沒有一個人 要附帶條件 然後612拿這筆錢 他在醫療、心理、法律方面 提供援助 有什麼問題呢 他又不是支援你去買火魔法 又不是支援你走路 又不是支援你外地讀書 無關的這些 是法律、醫療、心理 收的錢是無條件的 何來勾結呢 如何危害國家安全呢 今天 有些人衝了 他受傷 幫他摘傷口 今天有很多first aid 很多急救員 是不是 你看到在現場 這麼多急救員 是不是全部都是犯罪呢 時代革命電影裡的急救員 又是否犯罪呢 急救幫人摘傷口 無分原因幫你手 這個是醫者父母心 他是幫助你 不分藍皇都幫助醫務人員的重點 他幫人摘傷口 這就叫做危害國家安全 幫一個人去解決 或者舒緩他的創傷後遺症 即是危害國家安全 幫一個人去打法律官司 尋求法律公義 這就叫做危害國家安全 即是幫這些人打官司 官司也叫做危害國家安全 是啊 他就這樣看 所以不是說你勾不勾結外國勢力 有沒有外國資金我不知道 有沒有外國人去操縱 肯定怎樣都好 因為這句話 在國安法必須要勾結外國勢力 導致危害國家安全 他怎樣是禁害國家安全呢 所以這些這樣的案件 是擺明一定要錯路一言 他今天不是說法律的 不是說咬文雀字 而是今天大石宅死鞋 強權咒視公理 現在就是玩這件事 去將612基金粉碎 還記得我 其實在這個頻道裡面 好幾個月之前 有說到612基金 當時解散一些前因後果 很具細無謂的分析給大家聽 我都覺得 就是說他玩得太太容易被人入 譬如說他大喇喇地說 遇過哪個時候停止運作 其實這樣就有個timelapse 被人去入 要完的立刻完 要結束的立刻結束 好清算有關的財產 而他都做完了 是有點膠 但我覺得他沒有大錯 我的看法就是當時 國安處沒有抓他是萬行 現在真是難 不知是對付《蘋果日報》 《立場新聞》 47人案 整到眾新聞蓋斗 還要對付不同的公民團體 支聯會、教協、職工盟、羊村十二勇士 什麼都可以說出來 很多什麼 光誠仔更加不用說了 好了 接著 你看到這個打壓什麼呢 籌款基金 是不是 對於很多基金的打壓 一開始打壓什麼 極大傑斯 千個巴媽的計劃 說他花錢 不知所謂這個罪名 即是你罵他傑斯 洗錢 洗黑錢 即是捐款人給你犯罪所得 去洗 illegal illicit proceeds 去洗黑錢 你不知所謂的一種指控 那傑斯現在認罪 你可以怎樣呢 等判 上次說過八月一號 其實不是 因為大狀沒有空 所以九月一號才開始答便 九月二號才兩刑 這個傑斯案 九月 現在才是五月中 還要六七八 三個半月才開審 接著最難捱的夏天 就是監獄裡面 我真的很慘 即是在這個收額數裡面更加慘 很慘的一件事 好了 這件事 書姬呢 九十歲 是否要面對這樣的橫逆 有這樣的挑戰呢 許保強打算走 戴上行李 什麼西裝 什麼衣服 三副鞋襪 書籍 有關的日用品 戴上身上 有些可能已經先運過去了 有些是他手持的 上飛機前 不讓你上 拉了你去 這個真是很可怕的一個暴政 即是今天不是隨時拉來 你一走 第一 拉來 第二 你同案那些人 全部在二十四十字裡拉完 這個就是攬炒 誰是玩攬炒 這個就是真攬炒 即是這個就是香港警察的殘暴 三萬的人 沒有一個人是無辜的 這樣去對待 許保強 這樣去對待陳日君書記 更加不用說Margaret恩 他年紀都很大 做過前立法會的議員 出色的法律界代表 竟然被你拉 資深的大律司機被你拉 簡直不知所謂 對嗎 好了 你說Margaret恩有什麼問題 都好 有多膠都好 有些人覺得她說得很膠 喂大哥她這麼多的作品 也都是有出擺一本書 我也讀過給大家聽 《不中聽文集》 大家有沒有記得 讀過給大家聽她的文字 寫得多好 這麼清晰的頭腦 好了 何韻詩更加不用說 在音樂界裡面很厲害 梅艷芳那裡是故意沒有她的 但她是梅艷芳最有趣的弟子 不只是之一 也是最有趣的弟子 理念 才華 她說仍然承襲了阿妹姐的一些風範 合骨 人心 當時《立場新聞案》 她被拉 放了出來 繼續開演唱會 在Ark Center擺不到 網上開演唱會 依然風雨無改 勇氣何格 勇敢自信何韻詩 然後你說 何依依 何秀蘭 現在已經坐牢 人家的年紀都不小了 當然不要說何小正 何秀蘭女士 那個 年紀都不小了 坐這麼久了 折磨到夠 還要多加一條罪給她 好了 六四集會案不夠 OK 非法集見案不夠 加多一條罪給你 接著可以繼續激壓你 你出了 你以為你出到監獄門口嗎 到時交了一條罪給你 這個就是現在面對的方式 即612基金案收監 是代表了 對所有籌款目的的所有戶口封存 升火當年 他們整個匯豐銀行戶口 匯豐銀行配合中國共產黨 封存了 封了所有錢 當然很多人都要收散 接著 你會看到譬如傑斯 已經結束了他們所有任務 早已完結了他們整個計劃 也被人拘捕 OK 接著你看到 612的人道救援救助基金 也是收網去做這件事 我早已說 共產黨絕對不會放過這班人 這只是時間問題 但你想想這班人沒有走到 不撤不退 留下內的人 他們是非常勇氣可加的 他們的危險是最大的 但當時不走 不走當然有很多考慮 因為他知道一走 可能當時是報盧峰的後塵 你想想 由612基金的五個人都不走 同時覺得 你想想陳書記 絕對不覺得需要走 要面對的便面對 他要拘捕我便拘捕我 他要踏我便踏我 我怕他嗎 怕他也不要緊 有上帝光照 一樣的 Marlene 依然是有信念的人 他不怕 我希望更多 有虔誠上的人 走這個路 他們是marchives 他們是義人 監獄裏面的 滿滿的 或收押所裏面的 滿滿的 都是義人 是義人 是有公義的人 好人 精英 而且不僅有善心 走正路 專業 一方之紅 陳日君 是宗教的僑楚 何韻詩 音樂 流行曲 Margaret M 法律方面 法律界的議員 級數裏面的質素都很高 許寶強 教育界的一個 你說社會的人民社會學科 或者文化的研究 許寶強 接著 還有這個 何依依 何依依的工黨的重要人物 參與工運很多年 由矮聯時代 一直到工黨 你看到他的身影 他當然是左派 但他也有他自己的角色 五支旗 全部就是因為612基金這個問題 全部拘捕 其實針對的 難道是612基金嗎 說真的 612這個籌款基金 早已經停止運作了 很多的一些人要打官司的 那你大狀 律師不收錢就算數了 很多的救援沒有了 醫療 心理的救援沒有了 完 早已經game over了 完了 finished 早已經finished 了 所以不可能會新增一些新的禍患出來 所謂禍患就是共產黨所說的禍患 但他們要針對的不是612基金 612基金只是一個藉口 他們針對的是什麼 針對的就是這些人 這些是香港的精英 1947年 2月28日發生台灣的228事件 不是因為有暴動 是只有殺了三萬幾個人 是全台灣去到不同的地方 找當時在日本時代的台灣精英 台籍精英全部把它拖出來 放在火箭站裡 砰砰砰砰砰砰砰 或者捅到你的身體上 拖行 這就是當時的中國國民黨 到今天血泊未乾 今天所有的都是補償 而不是賠償 很多的問題沒有澄清了 現有的罪責的問題 很多人仍逍遭法外 這就是200問題 六四 提到 殘殺這麼多人 沒有真相 沒有復和 沒有真相 沒有公義 沒有救責 也沒有復和的可能性 今時今日 香港政府做多些這樣的事 他要知道 一個社會最重要的是一些精英 這些精英是一些反共的 爭民主、爭自由、爭法治、爭憲政 甚至爭自治 而他最憎恨的 最反對的就是專制獨裁 而共產黨就是專制獨裁 用謊言與暴力治國 所以他們反對到底 就是這幫精英 有正氣的 有學識的 有能力的 無論你是評論人 律師 你是護士 醫生 教師 宗教方面的主要人物 譬如主教 書記 牧師 基督教牧師 或者說 你今天是歌手 你今天是公運的領袖 你今天是一個重要的議員 或者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產官學任何方面 就是產業 官員 學術界 任何方面的一些重要的人物 都要被剷除 他針對對人不對事 這個共產黨的思維模式 就是對人不對事 今天你們精英 就有威脅我的可能性 尤其是民主派的精英 我們一國兩制交 大中華交 我就要將它剷除 將雜音完全消滅 今天不管你是否本土派 港獨派 本土派 自決派 自治派 成幫派 什麽派 什麽派 什麽民主派 溫和民主派 什麽 什麽溫和派 中間派 什麽都好 全部要歸零 萬山不許一溪派 只有一個共產黨的聲音 是吧 你只可以支持共產黨很多 還是打事情罵事外 例如馮檢基 廖成利 廖成利 另外還有這個 馮偉光 還有很多 譬致遠 這些人 你要這些人 絕對不會歡迎那些 講真話的人 民主黨的羅健熙都不行 他不會歡迎羅健熙的 他不會歡迎公民黨的梁家傑的 都不會歡迎的 這些就是正義 所以你說梁家傑大狀 會不會很痛心 他會不會受到影響呢 會 危險已經存在 如若微不出聲 如若微大狀都不出聲 分分鐘Audrey都會落獲的 因為 是一陣陣的問題 你要看清楚 共產黨1949年之後的歷史 你不要用 民主 西方民主 自由 法治國家的邏輯來想問題 你要用中國共產黨的思維邏輯 以及1949年的中國歷史的痕跡 軌跡來思考問題 這個不是講道理的時候 是的 這個獅子怎麼咬人的時候 是一陣 再一陣 一陣 再一陣 不跟你講道理的 你跟獅子老夫的講道理 是浪費家事的 你的道理不是講給他聽 是講給香港人聽 是講給文明的人聽 可以 但千萬不要跟這個政權講道理 是沒有意思的 今時今日看到他們幾個人 這樣的情況 我相當悲憤 相當悲憤 即是 我都相信台灣的民間團體 會有些行動 我做這個節目之前 今晚 也都很希望有一些 連結 跟不同的人一些的 溝通 去看一看 Can we do something 我會覺得 不是在台的港人 為陳日君去鼓語呼的問題 是第一 對於整個香港的局勢 是有一個 全清晰的 尿陷 和總結 去到今天 這個聲音 越來越弱 不可以讓它弱下去 定期 不是永遠 不是每天 是定期要將它彰顯出來 尤其有大事件發生的時候 讓大家知道 香港這個地方 人心不死 但是政權暴虐 你看到這五個人的樂禍 很清楚 另外 在天主教的層面 希望多些人早些功夫 尤其是 各盡其力 呼籲教宗能夠幫忙 有些人是這樣的做法 但我對於 教宗方濟國 是毫無期望的 即是你要呼籲教宗能夠幫忙 或者為這個陳書記發聲 第一 未必 真是發聲都是軟奶奶 第二 就算幫你發聲 救得到他嗎 這是一個問題 他可能發聲的 有一半機會 但發聲的時候 又會幫得到陳書記嗎 現在肉隨針板上 上帝可能要陳書記走這條苦路 去得到真正的救贖 我心裡很痛 但是很無奈 也都必須面對 我們希望做什麼呢 是台灣人 香港人 全世界的人 關注這件事 關注這件事 不等於你實質上幫到這五個人 但希望這個聲音 形成多一個重要的原則 就是讓全世界對中國的暴虐 對中共的邪惡 有重新的認識 有更高的認識 不要讓中國共產黨 任何希望拉攏法國、德國 希望拉攏烏克蘭的一些做法 想做快樂第三人 想創你的心 現在greatest your political rival 最大的地緣政治的對手就是你中國 於是自由世界陣營就是要覺醒 香港只是說 在眾人十柴火焰高裡面 即沙承托其中一粒沙 譬如地加銷當選特勢是一粒沙 612基金的五個人是五粒沙 是即上去 墊高了自由身形 對於專制的中共所做的一些鉗制 但是會不會真的有效果呢 你不要期望有即時的效果 但是我們一定要把這個聲音發出來 你不發出來 沒有人會care的 因為世界上天天有很多的新聞 所以要把這個聲音發出來 你和我都一起做好嗎 好將這個聲音 告訴全世界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你將一個香港天主教的重要領袖 不僅是前書記 最重要的精神領袖 向他拘捕 Pope Francis 這個教宗 我不管你什麼的左膠也好 你今天 你是不是應該要為 陳書記講本分話呢 你見過他的 他在酷寒之中 冰天雪地 以老弱之軀 搭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從香港飛到落馬 之後進了梵蒂岡 去見你 去等你 去跟你說話 你見過他的 他現在被共產黨的爪牙 香港警隊的國安署 拉走了 我請一請問一下 這個教宗 如果你還有半分的廉恥 好像你對這個中國教徒 這麼無恥的 你今天有半分的廉恥 是不是應該要站出來 撞本半分說話呢 雖然我知道陳日貴書記 不會怪教宗 他怪柏林 柏林 我知道的 即是你看回我以前 兩三年前的 所以你知道誰是柏林 他怪這些人 OK 他怪他的東方政策 他知道教宗 東方政策是錯的 他知道教宗 去信奉這些所謂 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 是錯的 他很清楚的 陳日君後很清楚 但他不反教宗 我就不同了 我不是書記 我不是神職人員 我對這個教宗深惡痛絕 今天你自己所做的所有這些事情 是不是真的對得住 所有的天主教徒呢 或者所有信仰上帝的人呢 所以我也很大的覺醒 我的信仰不是給這個教宗 它也不是成為了我和上帝之間溝通的必要媒介 去聖堂 去彌撒 去崇拜 不是必要的媒介 所有的事情都是人與神的直接關係 這一點 馬丁路德是講得很好的 基督教當然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真是核心那一框 保守主義 古典自由主義的重點 就是 認識到 黑爾 即是Calvinism的重要性 和使得這些東西 和我們的信仰建立起來 不要再想是天主教與基督教 這兩個這樣的門面 因為基督教有很多不同的系統 每個人要堅持自己的一套 不是這些 這些完全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什麼 是你對於神 真善美聖的信仰 而陳日君是活出來的 現在教宗是活不出來的 誰要落地獄 很張張甚明 你說這樣詛咒的教宗 這個是我基於客觀的事實的具體分析 好 你說今天 陳日君書記會不會被保釋呢 有機會的 九十歲 但我想他所受的監控 是會加劇 之後這個所謂的官司 一拖 可能年紀兩年 或三年才開審 是對他人生的折磨 到時他是九十三歲 開審到判決 要抓他判刑 又要坐牢 我真的不知道會怎樣 譬如對於朱耀明牧師 在這個雨傘運動佔中案的時候 他年紀大 判了換刑 會不會這個案例會套用到陳日君身上 有可能 但最殘酷的就是 整個司法程序拖那段時間 很可怕 甚至國安法法官現在都不判判刑 以前那宗村牧師的案件 是一個歷史文件來的 是當時還沒有這麼嚴酷的環境所做的事 但今時今日 沒有這支歌制場可能 分分鐘要判刑 但我知道陳日君書記是做好了心理準備 比較大的衝擊可能是許保強教授 他是最大的衝擊 其他人都知道早有一天總有一天會發生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知道離開香港是不是一個辦法 因為勞鋒就是一個樣板 香港政府就用勞鋒給大家知道 你們被我懷疑的人想離開香港嗎 全案都將你攬炒 這個就是傳遞的訊息 那這個是不是許保強的錯 不是 許保強打算出道去的 但在機場上被人攬炒的最大的衝擊和驚訝 這個驚訝 這個衝擊 這個震驚 導致他現在還在扣押 到我現在在做節目這一刻 還在警局裡面 那你說之後會有什麼結果呢 可能睡醒之後 有另一個天地 但我希望明早早 我還不跟大家說 我和陳日君的一些事 所以今天發牢騷發得長了一點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初步頻道 我看到很多的一些subscribers 仍然很熱心地支持我 Superfans的計劃 所以只要大家 我們的畫面限方 有所謂的like 有like的按鈕 有share等等的東西 你scroll過去 scroll過去右邊 就可以看到一個thanks的字 一個錢的 你按進去 就可以對我做一些 我這個服務的一種支持 那你對我的贊助 就是說得好的 那你就多一點贊助 說得不好的 你就跳開去 OK 但無論如何 你覺得好的 可以分享給其他人知道 那記得copy 就是comment 就是善意的一些 comment like share 還有subscribe 記住subscribe 這個我的頻道 因為呢 如果我的頻道的subscribers 突破10萬 基本上好像有一個獎座給我 還有呢 有可能有些新的function 可以讓我玩的 所以這個每一次都希望大家能夠 不只看影片 還成為我的subscribers 那這個呢 功德無量 我記得我今天去到 新聞大破解的節目 就是台灣有個節目 那他們剛剛的youtube呢 一由19年5月 經營到今時今日 就收到10萬的subscribers的 一個獎座 其實我也很自豪 因為他們 新唐人電視台 就是這個法輪功的電視台 他們本身呢也都請很多人 有了整個攝影棚去做節目 很認真 那我和吳家龍啊 和明居正啊 士百名夫做 都很開心 我們做這些節目的時候呢 發覺到 喂 他人力物力很多 喂 要整 一二三年的時間 三年的時間 才做到10萬個subscribers 是不是 那我是不是都要花三年呢 我希望不用那麼久 如果我不用花三年的話 其實我自己覺得自己挺厲害的了 因為呢 我一個人 做節目而已 都可以吸引到大家捧場的話呢 竟然就是說 是很多謝大家的努力和支持 沒有了大家的努力的配合支持的話呢 是沒有可能做得到 也都給了很多的動力給我呢 尤其是你給的comments like給我呢 就是讓我們覺得 我不是對著牆壁說話 我是對著沒生生的聽眾說話 所以你們給我的留言 我是每一個都看的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這個頻道啦 我們都會關注這件案件 關注下去 因為是我追心之痛 尤其 就是我認識這班人 尤其認識Margaret之餘呢 更認識到 書記 認識到何姨姨 也都跟這個CC有一面之緣 但重要的地方是 書記 真的給了很多啟發給我 我們找一天呢 找一個環節呢 可能明天啦 因為太晚了 跟大家再講這個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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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